大家好 由於我們增加了一款新的全公分的捲齒 所以這邊特別拍了一部新的影片 想要來再一次為大家介紹GORILLA捲齒的功能 那首先 GORILLA捲齒與其他捲齒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有自動煞停的功能 也就是說當你要使用捲齒的時候 你只要輕輕的把齒帶拉出來 它就會自動停止 你不需要去扣住任何的煞車 它就會自動的卡住 可以說是非常的安全與方便 你可以一直往上拉 你可以看到 它就會自動停止了 而只有當你要收回來的時候 才需要按到這個上面的按鈕 你可以看到 一按它就收 一放它就會自動的停止 一按它收 一放它就自動停止 可以說是非常的安全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介紹的就是 我們有三種齒帶 那齒帶 到底是有所不一樣呢 首先我們看到第一款齒帶 它是所謂的文公尺卷子 上面呢是台齒 下面呢是公分 中間呢是測量極胸的文公尺 也就是五番齒與金蘭齒的結合 那就是我們第一款捲齒 那第二款捲齒呢 則是全公分捲齒 大家可以看到 全公分的捲齒呢 就是非常的簡潔易懂 上下都是公分 那第三款捲齒呢 則是供音質的捲齒 供音質捲齒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上面有所謂的音齒的部分 也就是說你想要量你的行李箱 或者想要量一些什麼八吋盤 或者十二吋的什麼東西呢 這就是用上面的英吋 那公分則是在下面 就是有兩款齒帶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 Guerra的捲齒 它的齒頭勾的部分呢 有特別的設計 也就是說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個橡膠的齒頭勾 那橡膠齒頭勾的好處呢 就是它在勾住一些 像這種木頭的這種 這種物件的時候呢 不用怕鐵的齒頭勾會刮傷它 完全不需要害怕這件事情 而且它勾得非常的牢固 這是橡膠齒頭勾的好處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在這個 供音質的捲齒部分 有磁吸的這個磁鐵的部分呢 它可以讓你在量測的時候 一個人量測的時候 可以看到非常的方便 它只要吸住就可以自動拉出來了 那當然這款橡膠的 其實它裡面有一模一樣的磁鐵 只是因為它上面有橡膠包覆 所以磁吸的力量 就不會有這麼強 沒有剛剛那一款這麼強 但是它還是會有磁吸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 也是可以拉得出來 但是磁力就不會有剛剛這一款 空音質的這麼強 那這是主要我們 磁頭勾上面的特殊設計 那最後呢 要來為大家介紹一個 磁頭勾上面的設計的一個 一個會活動的這個部分 那會活動部分呢 主要呢是 當你在量測一個物件的時候呢 你會有所謂的頂著梁 跟勾著梁的這種兩種方法 頂著梁就是這樣子梁 勾著梁就是這樣子梁 就是把它拉住的這個樣子梁 那這兩種的方法呢 會造成這個量測出來的結果有點誤差 這時候就需要前面活動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 這樣子是14.5公分 頂著梁之後是14.5公分 但是你勾著梁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變成14.8公分了 那這部分呢是由於 它這一段由這個尺頭勾 的厚度造成的這個差畢 那當你用勾著梁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會活動 因為活動的時候 這0.3公分就會變被補足了 那被補足的這個部分 就是可以讓你量測更精確的0.3公分 也就是為什麼這個尺頭勾 需要做成活動的原因 那其他的部分呢 還有像哥拉的尺袋 它做的會相對的比較厚 跟其他的卷尺比起來比較厚 所以它停滴度就會比較高 那其實還有呢 就是我們的圓尺呢 有加所謂的包膠處理 包膠處理就可以減少 它落下時對於彈簧的損害 那這都可以延長 圓尺的使用壽命 那以上呢 就是哥拉的圓尺的介紹